新北市可以建議 如果整個新北市甚至給台灣 疫情無法控制 呆風就空 我跟你講 如果真的要封城的話 是要出動軍隊管制 所以不要亂喊 所有的封城的舉動 必須要按照相關法令 以及跟中央 甚至跟隔壁的鄰近縣市 採取同樣的步驟 我們去年做了一個 封期推演 所有的封城 最主要的是 只有對關鍵的基本必要人力 才可以外出 這些原則上的工作 市民的生活是受到管制的 市民因為特殊的工作需要 民生購物 醫療需求 還可外出 所以這些管制是非常嚴格的 不當然是這樣的 我們提供的 就是基本的 衛生設備設施 以及醫療院所 相關的交通運輸 其他的 我們都嚴格管控 尤其外出 一個禮拜裡面 我們用身份證號碼 來做好管控 不是每天都可外出 所以這些有既定的步驟 既定的作斷方式 這是非常嚴格的一個管控 這個一定是用在整個社區感染大爆發 一直無法控制下來 讓整個全市幾乎失控了 我們才會採取這樣一個嚴厲的措施 新北市可以建議 如果整個新北市 甚至北台灣 疫情無法控制 該風就風 這是有前提的 風神不是說你要風就風 這是整個社區感染群聚不斷的爆發 無法控制疫情的時候 像國外一樣馬上該風 也許風一個禮拜 也許風兩個禮拜 就疫情的狀況去做調整 這個部分地方只有建議前 所有的都要按照CDC的做法來做 我們把當年的做法拿出來 再給中央做一個參考 短短的24個小時 從第二階段進入第三階段 這個進展速度相當快 但是我覺得也不需要去製造更多的恐慌 所以現在是這樣 該封城就封城 這句話當然是對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該封城的時候才封 還沒到封城的時候也不需要去封 那至於說 大型的這種醫療院所 其實我們都有準備 只是說 作為政府是一定有準備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 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 也不用在這個階段 再去增加市民的恐慌 大概就是這樣 跟你講 如果真的要封城的話 是要出動軍隊管制 所以不要亂喊 之後我們會做的事 如果是要封城的話 我們會做的事 如果是更多的事 這裡面可能會有這樣的差點 都不在那裡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